首先歡迎你們來我們海中堡傳統烏魚子加工廠參觀 等一下我會做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檢疫室的烏魚子導覽 再來重點就是跟你們介紹什麼料理烏魚子會比較好吃 那台灣的烏魚子種類其實有分 基本上有分三大類 一種是進口野生再養殖 基本上這兩種占絕大部分 市場都占各半 然後現在是養殖的產季 你說台灣野生一般要在工資前後 所以台灣野生也還沒有 然後那個占市場的量占很少 一定低於5% 而且那個價格比較貴 然後一般烏魚會養兩年到三年 然後養兩年到三年 像現在比如說它的產季 它魚體裡面才會有烏魚卵 如果你比如說你夏天去把烏魚撈錢 它體內是沒有魚卵的 現在是因為它的產季 所以它變成它體內有魚卵 我們把魚卵取出來之後 我們做春霧的清洗 那我們隔壁就是有功能在做這個清洗 那個是我們本產養殖的 然後它在做初步清洗 主要是把那個血管 跟雜質洗乾淨之後再綁線 然後綁完線之後 我們會做初步的規格 分類 比如說做起來是三兩的 或是四兩的 五兩的 我們會把大小先區分一下 然後之後放到零下18度C 就是你們後面的零下18度C 去冷凍保鮮 做原料的保存 然後再來逐批加工 再來逐批加工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要加工的 我們前天晚上就會拿出來解凍 解凍到隔天早上 我們清洗乾淨之後 就開始做這個鹽子 烏魚紙全程都沒有加任何防腐劑 就是靠這粒的鹽分防腐 所以烏魚紙吃起來會有一點點鹹 因為是因為它有加了一些鹽 可是吃起來太鹹就是不正常 可是為什麼要加鹽 因為如果 因為這是海鮮類的加工名 如果你不加鹽 或是鹽度不夠的話 它的烏魚紙就會壞掉 所以變成說烏魚紙吃起來會有一點點鹹 那是很正常的 然後 其實烏魚紙烏魚紙時間沒有很長 一般都是第兩個小時左右而已 甚至你外面看到的那個 都是烏魚紙時間都不會超過一個小時 越大會越燃漬越久 然後時間一到 我們就會像外面你們看到的 我們用一個木板 放個大概十來片左右 然後石板一頂 三到四就是屬於它的硬質過程 然後時間一到我們就會用清水 把表面的鹽巴清洗掉 然後 附註一點 這個也是一般我們在吃的那個食用金鹽 那個台鹽那個金鹽 然後時間一到把鹽巴洗掉之後 再做美濃修補 美濃修補 然後一般 有的媽媽應該料理屋裡只會把那個墨去掉 其實那個墨是天然的 它可以吃 那為什麼要去掉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依照你的料理方式不一樣 再決定要不要去墨 一般油煎都會建議去墨 因為煎起來會比較漂亮 然後再來為什麼要去 第二個原因要去墨的原因是 那個墨如果你 比如說你冰太久 你冰到有點不是很新鮮 那你墨就建議你把它去掉 這樣子才會比較會影響它的口感 然後物質正常是 越早吃越新鮮吃越好 然後它外面那層魚卵墨 如果破損怎麼辦 我們會用一種東西來做修補 這種東西在座各位應該幾乎每個人都吃過 就是我們吃香腸外面那層長衣 它一開始是乳白色 然後修補完之後變透明 把它貼合 把它修補好 通常我們三四五六幾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 你也會把它完成 所以這個是屬於比較快的那個步驟 再來就是仿佈曝曬 像我們把它翻外面 然後天氣好 一天要翻四次上午兩次 下午兩次 然後晚上再把它反壓 堆疊起來放到冷藏入溪 再壓濕頭 然後每天要逐漸去增加它的重量 然後正常要曬五到七天 五到七天 然後白天再把屋衣紙 再攤開拆出來曬 然後這樣子差不多五到七個工作間 所以屋衣紙基本上它幾乎有一半的時間 屬於在板牙 這樣子它才會口感會比較解膩 會比較紮實 然後再來它時間一到 我們又能夠篩選去用乾濕度做篩選 再分類包裝 你們看有沒有什麼問題要發問的 放向輪跌嗎 有問題嗎 進口的是哪裡來的 進口有很多巴西 美國 澳洲 還有大陸的 主要是這幾個國家 很進口 就是 它會免你會竹皮進來 然後其實 像你 比如說你在夏天 或是春 其實台灣一年四季都吃得到屋衣紙 那是很正常 那是很正常 為什麼 其實屋衣紙它原料 它屋衣卵原料 這樣你把它冷凍 跑鮮 然後你在 竹皮加工 它都會很新鮮 我的 魚卵把它冷凍的 比如說三四五個月 之後再拿出來加工 它都會很新鮮 它不要說你是把它加工好 像把它製成成品之後 再冰 你一旦把它製成 就是說乾濕度夠了 然後把它孔包裝起來 那最多只能就是再放一年 超過一年可不可以是 就要看你的滑石的技術 然後它基本上超過一年 它吃起來口感一定都會比較差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它還有什麼問題嗎 鏡頭野生養殖 它是大小會不同 還是說 其實這一種 不一定是它是天然的東西 它整個魚群有大有小 它抓起來就是會有大片的 也有小片的 它養殖也是養兩年 養三年兩年也會比較小 可是一樣養兩年的 沒有人養起來就是這麼小 還有人養兩年的 就是跟我手上那麼大 也有 可是要看那個技術 所以你說進口就是說 是整條烏魚進來 不是 魚卵 魚卵 它已經是魚卵的狀態 對 它是一樣是做初步的形成 然後大小分類之後 能動 然後再 就是變成原料實在是 有大小小 然後我們再把它進進來 然後依照我們的需求 我們今天如果進 但是 那個規格比較大 我們就拿大的 規格比較小 我們就拿小的出來原料出來加工 怎麼講 分辨 分辨進口 還是 養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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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如果你們要分 你們要分的話 其實 這個其實要你們常常摸 一直這樣 不然就是要拋吃的 像我 像我自己 你們本身在加工的話 養殖的話 因為它是馬上 從魚裡面撈起來 馬上 馬上 馬上取卵 好 然後它的血管 它就不會 再加上它血管比較苦 所以它的血管 你可以看它血管的痕跡 比較不明顯 它這個是野生的 進口野生的 我現在講的野生 都是屬於進口野生 因為台灣野生我們另外講 這個就是進口的 它的血管會比較沉 所以它紋路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對 這個差不多 這個其實差不多 一樣 如果你要吃的話 本產養殖吃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濕 不會那麼濕 對 比較不會那麼濕 也比較不會那麼濕 對 因為它是當天然的口感 那如果你擦野生 就會比這兩個還好吃 那量很少 我也沒辦法請大家試吃 這會有 請問你外面賣烏魚子有餃子嗎 烏魚子基本上沒有餃子 裡面比較會長 我有很多客人都會來 他們問來問你說 那我吃到一種東西 可是覺得它有像烏魚子 又不像烏魚子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吃到一種 烏魚子 烏魚子 烏魚 它那種你去餐廳吃 它因為現在烏魚子一直長 所以很多餐廳 他們把烏魚子換成烏魚子 上面也是寫烏魚子 然後可是它切起來 因為它切很大便 它基本上是屬於比較咖啡色 它不會有那種紅透的顏色或是黃色 它基本上就是全部吃咖啡色 然後它吃起來會有一點鹹 很鹹 然後你吃第一片還有 吃到第二片你就會開始膩 而且它味道很新 然後如果你們要分辨的話 我下次教你 你等一下也會自己烤 你那烏魚子把它切片之後 你把它對著 烏魚子會有一顆一顆的 然後油魚子你把它對著 它是屬於膏狀的哥哥 它是不會有那個一顆一顆的 那種魚卵的魚卵 所以你們再用這種去分辨一下 基本上市場上不會有假的 因為烏魚子也是他們吃蠻多的 那個一吃就會被知道 所以基本上沒有假的 只有說 你是不是要買台灣顏色 它哪不是台灣顏色的給你 基本上它不是產地不一樣 它也不是說不是烏魚子 這差別在這裡 那價格有沒有不一樣 OK好 我們那個要拿給我 剩下